为了弘扬传统文化 蓝田书院开办文史汉学班 以推广社教工作 国月班、国画班等 并有专业老师教导学员 二十余年来 学员学习成果胜家 县府文化局日前也于 艺术家资料馆 办理及展出蓝田书院 110年文史班结业式 继成果发表会 蓝田书院成立1831年 成立至今190几年 它一直是我们南投 一个重要艺术文化传承 终身学习的地方 那尤其今年虽然有疫情 可是学员跟老师 都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在今天把他们动态 还有静态的成果 展现在我们的艺术家资料馆 那欢迎各位乡亲 来到我们南投县文化园区 的艺术家资料馆来欣赏 蓝田书院主委小欢奎指出 学员们大多为退休人员 在文史班内不仅能够学习 借此也能找到自身的兴趣 大家也有很多退休人员 算说来这里可以学到第二春 让自己更成长 也能发现找到自己的幸福 所以大家学了都很高兴 虽然年轻了 但是都很快乐 所以我也很愿望我们这里乡亲 来参加我们文书和学班 还有这些生大日的 也有国外 也有作戏 也有诗词吟唱 也有国家 也有称勞 县议员张家哲表示 会中不仅国画 国月日文班等 都看到了学员们丰硕的成果 也欢迎民众在空闲之余 一起来参加蓝田书院文史班 在会中他们不管是国月班 国史班 然后或者是国画班 还有他们的书法 书道诗词吟唱 跟这个传统诗学 还有日文班 在会中表现游戏的 这些学员们来到这里参加颁奖 还有我们这些热情的 志工的颁奖 我想很开心 他们平常在蓝田书院的付出 这是我们南投是一个 很重要的文化景观的地方 然后也让我们在地的居民 都有一个好的文史的班别 可以来上 来调剂他们的生活 调剂他们的身心 也欢迎大家都到蓝田书院 来逛逛 来走走 来拜拜 这次文史班 结业世纪成果发表会 室外除了有国乐 诗词影唱等表演外 室内也有书法 国画等作品 现议员张家哲 也欢迎爱好艺文的人士 踊跃前往观赏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道